听说他家酱子挺不错的 咱们来尝尝味道如何 大铁锅挠的酱子 大家好 我是姐姐 今儿个我来到了分水道这边 我从家里拿了俩鸡蛋 猜猜我今儿个早点吃点吗 向阳早点 这锅子看着还是那样 姐姐来颗锅子 一块五是吧 对 好嘞 在这吃吗 在这吃 一块一块一块 不好了 姐姐 好嘞 谢谢您啊 是我来完酱子 然后冲鸡蛋 我再自己带鸡蛋 然后再来一碗老豆腐 大铁锅的酱子 辣子来一点 好嘞 谢谢 再来一家饼 一共多少钱 五块五 好嘞 我点了一碗酱子 冲鸡蛋 鸡蛋是我自个儿带的 然后还点了一碗老豆腐 搭配的是焦饼还有锅子 撐了一点咸菜 咱们前来撐这老豆腐啊 看这豆腐 哦 大家这豆腐 是那种特别嫩的那种豆腐 这麻将色还挺浓郁 哎 关键不鲜 后口带点添口 这豆腐啊确实挺嫩的 嗯 这炉子一半 这豆腐不错 大饼 卷果子 这不太那样了 嗯 他家这豆腐哪里 豆腐啊 确实不错 他家还有块豆腐 我看不少食客 买他家的块豆腐 咱们来喝个酱子冲鸡蛋 看得到那样 这也属于天津早点的演藏菜单 看一下 嗯 酱子的香味跟鸡蛋的香味 结合的刚刚好 果然这酱子啊 没有豆腐味 哎 后口带点这个小清甜 如果这酱子香味再浓点 我觉得会更好 哎 不过确实这酱子挺好的 这不太没了吗 吃完了 太肃炭了 您了觉得 外界这顿早点 搭配的如何呢 如果您了喜爱我的视频 按留言 点赞 手上转发 爱你哟 棒棒的